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大中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从第一阶段的良好到第二阶段的交锋 即将进入第三阶段的中美关系又将如何 中国第三艘航母海事对西太平洋的中美博弈有何影响 俄乌战争与巴以冲突必将严重冲击到美国在全球的霸决地位 为什么这么说 视频天下关注天下 首先十关世界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说 呼吁要建立一个更加团结自主的欧洲 他说 欧洲必须表明他绝对不是美国的附庸 而且他也知道如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对话 另一方面因巴以冲突掀起的抗疫风筹 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 正在向全美越来越多大学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 美国朝野各界也对是否应该支持野色列产生巨大的争议 相对于西方的纷乱 中国这一边 美国故近布林肯结束了访华行程 而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5月1号正式展开首次航行试验 专家表示 福建舰的建造水平 无疑是当下全球常规动力航母的天花板 其未来表现令人高度期待 众多新闻 分之塔来 直接间接都跟美国过中国有关 所以时间深您对此有何观察和分析 特别是如何来观察这样的形势对中美关系的走向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讲得很对啊 我们天天可以看到很多新闻 有的时候发生在这个国家 有的时候发生在那个国家 不管发生在哪个地方 只要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 它这个直接的或间接的 或快或慢都会影响到美国 或影响到中国 甚至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那么就像今天发生在中国和美国的很多大事 包括中美关系中的很多大事 或迟或快或慢 都会影响到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国家一样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是 我们说中美关系影响到全球 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全球形势也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这该如何来理解呢 没错 一般人比较更多的注意到 中国和美国发生的事情 包括中美关系如果变化 那么它如何去影响到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变化 影响到不同的国家 这个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看到的 但是我也特别要提醒一下 就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掉的 那就世界各国各地区发生的很多大事情 也会直接间接或吃或晚 或强或弱的影响到中国 影响到美国 乃至于影响中美关系 所以我们在研究中美关系 观察中美关系的时候 不能够忽略到这个角度 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全球形势跟中美关系之间的关系 想必也十分密切 但这要从何来谈起呢 不如就从这个最近大家注意到一条消息 这个布林肯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来谈起吧 他这个访华呢 在4月底就25 26这几天 这个一般人会觉得有点突兀 但实际上都是有机可循的 因为4月初的时候 中美两国元首呢 有过一次电话会议 在电话会议的时候 发表了一个有关的公开的说明里面 就指出 近期内将会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所以那个事情都已经事件安排好的 所以布林肯这次访华呢 也应该有具体的任务 但是看起来好像他很轻松 首先那个两三天的时间 他第一天第二天都在上海 去看一些这个 在上海的美国的一些 这个企业 甚至于到这个 某些著名地方巨师小笼包 闲听漫步非常轻松 因为他这次真正的任务呢 实际很简单 都在北京 也就两件事 一个呢是跟中国外长王毅 来再进一步的有关的讨论 那么第二个就跟中国领导人见面 我觉得这个事呢 也就是他的这个比较具体的一个任务 那么引您的观察 布林肯辞访他所谓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呢 好 我们再进一步 他具体任务呢 说到底就两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跟中国方面 就中美关系中 共同关切的问题来进行讨论 这个大家都猜到了 另外一个就前面里提到的 有港媒有这个报道 未经证实 就是他是为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不久的将来有可能访华 做一个铺路 那么当然这个消息呢 还有在这个时间来做确认 那横根在中美之间的主要议题 具体又有哪些呢 以我们现在一般观察呢 其实问题很多 但是归纳起来呢 最重要的 就大概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横梗在中国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一种 新的矛盾关系 我们注意到 俄乌战争呢 打到现在打两年多了 这个还僵持不下 非常胶着 但是整个形势 现在看起来 好像似乎对乌克兰 对欧洲 对美国 对西方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吃力的 对吧 那么所以呢 这个美国就想到 那个俄罗斯为什么 没给我打垮呢 这个俄罗斯的军工产业 为什么还能够那么强劲呢 他就开始怀疑中国 他一开始就批评 就这个威胁中国 不能把这个 这个军事装备 卖给这个俄罗斯 确实没有 他也知道没有 但他现在又开始 怀疑或者担心 中国会把一些 民用的一些东西 比方像这个 工具机啊 或者是可以 作为军事方面的一些零件 这明明是民用的 在中国来讲 是正常的贸易 但是美国来讲 对这个俄罗斯的影响 贡献很大 所以他现在开始提醒中国 是你警告中国 你不能再卖了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要讨论的 那么第二部分呢 就是最近 甚销成上了 就是美国发现到 这个中国新能源的产品 竞争压力 对他们来讲太大了 包括比亚丁车子等等 所以就 首先就提出 什么产能过剩的现象 希望中国要劫持了 这么这部分 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当然就是众所周知了 台湾问题 台海问题 必然会谈的 是 您刚提到这三个方面 前两个呢 似乎是美方呢 更多是有求于中方 那么第三个呢 台海台湾则是中方 更多的有求于美方 是吧 没错 所以这几个方面问题呢 在谈的方式上呢 我们可以想到 首先必须 各别都 就每一个议题 就深入讨论 但是也不排除 议题跟议题之间 这个一盘棋吧 一起来讨论 所以中美之间谈判呢 存在着各种可能 有斗争的 有竞争的 有合作的 有交换的 有妥协的 各式各样的方式 都有可能会出现的 理论上确实如此 那么现实上 又该如何来进行呢 那么现实上 这个讨论问题 讨论到最后 到底是合作呢 还是竞争呢 还是妥协呢 还是交换的等等 这要取决于 整个外在形式的 这个发展 或者变化而定 这主要的形式呢 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形式 那是哪三个形式呢 是您刚才讲的 全球形式影响到 中美关系的意思吗 所以我现在 这个分析的角度呢 就是说 全球的形式的变化 如何去影响 中美关系的变化 这个从这边来展开 那么三个形式呢 我还是用我过去习惯 把它分成大形式 中心小形式 这个所谓大形式呢 主要是指 中国跟美国 在全球权力结构 架构中的一种状态 或者一种处境 这美国处境如何 中国处境如何 这大形式 中形式呢 是指着中国跟美国 在西太平洋的 博弈的态势 小形式呢 就具体到台海跟台湾 中国跟美国 在这个地区 对一种矫禁 或者这一种斗争 那举个例子吧 就刚才前面 不是讲的一些新闻 叫马克龙吗 这个马克龙 最近不是针对了 这个欧洲应该怎么样 战略自主啊 不能做美国的附庸啊等等 这个呢 就是指在欧乌战争之后 欧洲或者法国所产生一种觉醒 或者一种反思 这就大形式在出现变化 再举个例子 刚才你前面讲的 这个第三艘航母 福建舰 首先 这首次进行海事 这就在西太平洋 就有中形式 正在出现的一种新的变化 那么当然小形式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 美国不能在武装台湾 那这个希望把台湾 当作一个制衡中国的一个筹码 这就是小形式 中美关系从接触到发展以来 也有几十年 那么双方关系的确也发生了 显著的变化 是否就可以从大中 小三个形式的分析当中 找到线索 以及脉络呢 可以 我们试试看 就中美开始接触是1971年 就基金阁密房北京 从那时候开始 那么到现在为止 一眨眼又几十年过去了 那么这几十年里面 我认为大致上 根据刚才我们就分析的一个架构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1971年到2000年为止 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阶段呢 总的来讲 是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友好 但这个友好的 这个主旋律在2000年高一个段落 从2001年开始 到现在到2023年 或者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这第二阶段呢 就没有太多友好的气氛了 取而代之的是 博弈或者是交锋 大概是目前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开始呢 我认为第二阶段 已经也高一段落了 正在开始的是第三个阶段 确实相当形象 但中美关系 为何在第一阶段当中是友好 在第二阶段中 也变成了博弈与交锋 能否就您所指的 大中小三个形式变化 来加以说明和解释 可以啊 我们首先谈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那么刚刚讲 从1971年到2000年 首先回顾那个时候呢 美国在全球的形势 并不是太好 为什么越战结束不了 其苦难下 同时他又面对中国 中国跟苏联两个共产主义大国 所以才有基辛格 这位这个非常著名的战略家 提出来一个联合中国 来对付苏联的这个大战略 那么所以呢 美国是有求于中国 对吧 那么所以就希望中国 能够配合美国 那当然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美国就必须做出某些让步 这个特别是台湾问题上 一所让步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北京呢 当然也愿意 美国在这方面 朝这个方面走 但是呢 我们这个北京也看到 在西太平洋 就中行市 还有在台湾 小行市方面 美国还是具有 绝对的一个控制力 所以也不可以 也没办法强求太多 所以在财务问题上呢 有一点进展 也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做出了某种程度妥协 这是第一个阶段的一个情况 那美方对中方的让步是什么 而中方跟美方的妥协 又是什么呢 具体说美国对中方的让步 就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是吧 然后决定跟台湾当局 这个断交 废约 车军 这是美国做的相当大的让步了 是吧 但是我刚讲过 这个对北京来讲 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因为整个西太平洋 这个第一岛链 这个美国具有绝对的一个优势 包括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就有绝对控制权 所以中方呢 看到美国已经在 断交 废约 车军 已经让步了 也就在另外一方面呢 也就默认暂时接受美国继续有效的控制台湾 继续给台湾这个军售等等 所以一方面是让步 一方面妥协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双方面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当友好的一种关系 所以第一个阶段的主权力叫做友好 好 接下来2001年 也就是进入新世纪后 为何中美关系开始出现变化 而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呢 在第二阶段我们首先也看大形势 大形势呢 美国跟中国的处境都发生变化了 首先呢 这个中国呢 我们可以看到 改开放以后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了 这个GDP占全球的比重 已经从1979年的第十二名 第十五名上升到第六名 因此就引起了美国很大的警惕 就开始要把中国当作是一个对手了 可是也正好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2001年又911 美国打两场反共战争 根本没有时间来对付中国 所以呢 熬了一段时间之后 到2009年 就发现到形势不对了 奥巴马上台以后 发现到必须要好好对付中国了 所以从奥巴马开始遏制中国 然后到特朗普 到拜登开始打击中国 这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个形势 所以这个情况呢 已经没有太多友好的气氛了 也开始所谓的博弈或者交锋了 对吧 那么在中形势方面呢 中国呢 现在也不愿意继续容忍 美国在西太平洋药物扬威 所以中国呢 也实施去发展很多的这个军事力量 所谓的反介入能力 来针对美国的介入 而且也取得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么在小形势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呢 是积极的 想方设法的让台湾呢 疏离中国大陆 同时来武装台湾 作为跟中国大陆呢 制衡中国大陆的一个筹码 所以中形势跟这个大形势 中形小形势呢 跟第一阶段都很大不同 所以我们讲第一个阶段 基本上是友好 第二个阶段呢 基本上是交锋 果然呢 无论是大中小三个形势呢 在2001年之后 与之前是截然不同的 也难怪我们说中美关系 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特别要强调 中美关系的这个 怎么发展 怎么变化呢 深受大形势 中形势 小形势的变化 所影响 所以从刚才分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个阶段里面 基本上 这个中美关系 处在一种良好的状态 相对良好 对吧 到第二阶段 是属于交锋了 但是我特别要强调 这个第二阶段 基本上到了2023 2024 也就现在 基本上也高一个段落了 所以现在 开始要进入的是 第三个阶段了 所以如果第二阶段结束呢 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 即将进入到 一个新的第三阶段呢 而如果第一阶段的本质 是友好 第二阶段的本质 是交锋 那么接下来 第三阶段的中美关系的本质 又将会是如何 也令人关切 精彩分析 马上进入奇论古今 进入奇论古今 中美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深受大中小三个形式的 变化而影响 而最近以来 这三个大中小形式 都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 具体而言 是哪些变化 而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影响 新一个阶段的中美关系 实验深请继续为我们分析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大形式 从现在开始 假设第三个阶段的话 我认为大形式来 对美国来讲 相对于前面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形式 对美国来讲 现在这个形式 越来越不利了 也就是说美国的处境 是比起以前来更糟了 那这主要是受到 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欧洲 特别是指俄乌战争 第二个方面是中东 现在以牙冲突 第三个方面呢 当时跟中美在西太平洋的交锋有关系 所以您是指这三个方面的形式 都在变化 而且都对美国不利吗 所以我们开始先讲 第一个吧 先讲俄乌战争这个形式 为什么说俄乌战争 目前这个形式 对美国来讲不利呢 主要这个角度呢 是看这个战争的性质 出现了变化 我们知道2022年的 2月24号开打 那个当时呢 大家都没有认为 没有人会预期 这个战争会打那么久 一般来讲 几个月打完 最后打个半年 一年就打完结束了 可是现在还在继续交着 打什么时候没人知道 那换句话说 这个乌战争的形式呢 已经从一个快战 数战数决的一个战争形式 变成一个消耗战 变成一个长期战 如果战争的形式 发展到了消耗战 跟长期战来讲 那么相对来讲 是对西方对欧洲 对乌克兰是相对不利的 而相对对俄罗斯来讲 是有利的 怎么说呢 第一呢 就是说如果长期战的话 一个就是比资源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呢 虽然打得也蛮吃力 但它资源相对来讲 是比较丰富的 第二比这个后进 后进包括人员啊 这个兵力啊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兵力 还是相对比较充裕的 兵源 这乌克兰呢 正兵现在是越来越困难了 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 第三个是比战斗意志 可以看到 这个西方国家呢 在这方面可能会出现 各种不同的声音 甚至于某一个国家内部 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声音 不要说北约内部了 是吧 那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在这方面呢 战斗意志了 就是一条边 那么这个当然跟体制有关系 就是第四个方面 就是西方每一个国家 有所谓的民主啊 政治啊 所以北约本身 又要靠投票来什么决定的 俄罗斯不是啊 俄罗斯就是一个 很单独的一个决策系统嘛 所以这样比起来的话 长期战争 继续打下去的俄罗斯有利 对这个北约 对美国 乌克兰是相对不利的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形势呢 那个马克龙现在不就在思考了吗 我觉得欧洲现在发现了 有一个结果 其实他们被美国给绑架了 是吧 所以打到现在 打两年多以后 现在要钱 这个钱没有了 要人 人也很困难 要战斗意志 战斗意志好像也振奋不起来 所以这个处境 我相对 我因此判断 对美国来讲相对不利 对这个 俄罗斯来讲是相对有利 类似情况好像也正在中东 或者是巴以冲突中出截 没错 那如果刚才我说这个 在欧洲 欧洲是发现了 他被美国绑架了 可是中东形势 他倒过来很有趣 美国发现了 他是被以色列给绑架了 所以美国呢 现在在中东呢 陷入到一个非常严 非常严峻的一个窘境 或者困境吧 所以他明明不太支持 或者不太愿意接受 内塔 尼亚弗 就是以色列现在的一个强硬态度 但是又无何奈何 所以处在一个跟所有国家 甚至他跟国内 他内部都出现了 所返游的一个风潮了 所以他也处在这个形势 对美国来讲 激发展下去也很头疼 在第二阶段中 美国因为两场反恐战争 是大伤元气 那么现在看来呢 美国又可能会因为 这两场新的代理人战争 面临巨大困扰 严重伤害到美国的综合国力 与国际影响力 所以这个美国还 必须还注意到 除了刚才前面所处 那个欧洲的局势 中东局势的话 他不要忘了 他现在还要面对一个 更大的一个对手 而且很难对付的一个对手 就是中国 是吧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目前我们可以看起来 美国跟中国 在长期以来的 薄异跟矫劲 美国似乎 就像我过去几集所讲的 也处在一个 相对比较下风 也就斗了越来越吃力的 感觉的一个状态 这具体主要表现在 哪些方面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跟中国的交锋呢 过去之前 从特朗普开始到现在为止 有几个战呢 其实已经分晓了 你比方说 刚开始打的贸易战 其实美国已经输了 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 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利差 但现在明显的 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吧 第二个叫投资战 其实也输了 当时特朗普就希望减少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 可是现在不成啊 美国企业还是往中国跑啊 是吧 所以这两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接下来还在进行中的 有两个战 一个叫做这个产业战 一个叫科技战 当然还有台海 我们先谈产业战 产业战方面呢 现在是杀得难减难分 但是看起来美国也很吃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全球最大的制造的大国 有全球最大的最完善的供应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苹果手机 卖的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而且利润率特别高 是吧 它靠什么呢 它不是靠它自己的这个产业链 它是靠中国产业链 是吧 所以它这个方面充分掌握了中国的优势 变成它的优势 是吧 那么同样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新能源社比亚迪 现在这个消到全世界 让这个欧美都感到震撼 欧洲呢 这个像奔驰就宣布 这个等于是延缓了 就等于投降了 更大一个投降就是苹果了 已经研发了十年 投入一百亿美元搞新能源车 他说我现在不搞了 这个为什么他们志愿投降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他们发现到 中国的新能源车之所以厉害 是靠中国的庞大的制造 这个网络 还有产业链 供应链 他们没有 完全不能比的 至于谈到科技战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在这方面自行满满的 自认为胜算在握 但后来打到现在 我们发现到形势 恐怕也不像美国估计那么乐观 对美国来讲 这里面产生的几个方面效应 第一呢 首先是两败俱伤 这点大家看得很清楚 中国受伤 美国很多高科技产业 受伤很严重 那好 美国自认为 我就是跟你拼 我牺牲这个 杀你一千 我牺牲八百 我在所不惜 但是美国发现到 光是牺牲八百之后 他发现到 怎么了 中国还是追的 美国追的很厉害 越赶越近 甚至于几乎已经快 赶得跟美国 甚至要超过美国了 所以美国压力越来越大 还有第三方面 美国感到更大的震撼了 就是对中国 施加科技压力的时候 往往会产生一种 对中国倒逼的一种力量 反而逼出了 中国很多的进口代替 换句话说 这一段时间 中国忍了一段时间以后 中国终于搞出来了 取代的本来是美国东西 那这个东西越来越多的话 美国怎么受得了呢 所以在这方面 美国我认为不但吃力 而且明显的已经 慢慢开始处于下风了 您刚提到 是在产业战和科技战 这两个方面 美国都未占到上风 甚至是越打越吃力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台海与台湾方面 也是如此吗 这就算是我们谈的 中型事了 对吧 前面你提到 我们上个星期 我们最关注的消息 就是中国第三艘航母 福建舰 首次进行海试 各方面资料都显示 虽然这个福建舰 还是一个常规动力的航母 但很明显 它是在常规动力航母 已经到达了一个 天花板的水平了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是购置于一个空壳子 从俄罗斯买进来的 当然图子也是根据俄罗斯的 那么第二艘三东舰 就是根据第一艘自己摸索出来以后 再重新自己 完全自己来新建的一艘 但是基本上的设计的理念 还是离不开这个俄罗斯原本的一个航母设计 到第三艘福建舰 那完全不一样了 经过前两艘摸索 现在出来这个 无论是这个上面的各种设备 这个电力系统各方面 尤其是所谓电视弹射 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弹射的 中压直流 要比美国福特号的中压交流 几乎要领先一代 就是美国曾经也要去 搞中国式的那个电视弹射 但是没搞成 所以放弃了 只能搞现在 这个毛病百出的中压交流 所以在这方面呢 中国的福建舰出来 福建舰出来呢 对这个西太平洋的 中美的博弈态势 有很大的影响 就我们过去讲啊 这个中国的反介入 针对美国的介入 我以前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中国要把这个四个海 东海 台海 南海 这个黄海 变成一个护城河 来对付美国 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内海 就是河海之争 那我认为这河海之争呢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了 当福建舰出来以后 中国在这个方面呢 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形势上 开始超越美国的一个态势了 丛林的这些分析 完全可以看得到 无论是在大形势 还是中形势上呢 都已经出现了明显而巨大的变化 与前一个阶段 也就是第二阶段 已经旧人不同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做一个总结吧 我们做了几个图板 首先看看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 在1971到2001年 那个时候大形势呢 是美国想争取 这个中国联合 中国来对付苏联 但是呢 因为中形势 小形势方面呢 实际上美国占绝对的优势 所以中国已经取得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承认台湾是属于一个中国 然后跟台湾断交等等 但是在某些方面 也只能到此为止 等于默认美国在实际上控制台湾 这是中纪乱 所以双方面维持一个妥协 交换之下一个良好 然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本世纪开始 美国呢 已经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竞争对手 开始打压中国了 中形势呢 美国在西太平 还是有相对优势的 但中国呢 已经开始逐渐利用反介入方式 来对付美国 但还没有完全能够取得 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势 小形势方面呢 美国使劲方式 使这个台湾呢 来树立大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 中美关系已经不好了 说好听一点叫博弈 说不好听一点叫交锋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 就开始斗争了 果然在不同的形势之下 中美关系就会出现 阶段性的演变 因此呢 照您刚刚的分析哦 最近以来 大中小形势呢 又在出现明显变化 那么中美关系 是否也会因此出现新局面呢 好 我们再看看 就现在开始出现了 第三阶段了 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 一些趋势 一些苗头 在大形势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在全球处境 是比不上以前了 美效中长 那么中西方面 也开始对中国 相对比较有利了 因为中国的反介入能力呢 要越来越强 逐渐把美国的势力呢 打算推出第一岛链之外了 小形势呢 现在很清楚 美国想以台湾 作为一个新人党 刺卫岛 那中国呢 也不上当 北京想要有这个实力 逼美国呢 必须接受 在中国要求下 这个进行和平统一 这是目前这个形势 发展的一个大的苗头 也就是说 大中小形势 变中美关系跟着变 这是逻辑的必然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都是如此 现在大中小形势 又出现巨大的变化 而中美即将进入的 第三阶段关系 又会如何发展呢 精彩分析 请继续收看 评说新语 今天的评说新语神声 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我们在刚才前面 分析的第一个阶段 中美关系主旋律是良好 第二个阶段 主旋律是交锋 所以我们现在关心 接下来的一个阶段 到底会出现 什么样的一个态势 第一个阶段 为什么是良好 我已经分析过了 第二阶段 为什么交锋 我已经分析过了 那么第三个阶段 究竟怎么看呢 我认为中美关系 现在继续发展下去 存在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 就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直接斗争了 就是美国那个 哈佛大学教授 艾利森 他曾经分析过了 趋于底的陷阱 有75%的机会发生战争 25%能够避免战争 所以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忽略掉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中美终于能够 避开了这个正面的冲突 而采取一种合作态度 而这也是中国现在 想方设法来 希望能够说服美国 我们还 这个地球足够大 容许中美两个大国 一起来共同繁荣 这个习近平不断地 跟美国做出这样一个 来的呼吁 我认为这个 实际上也有 往这个发展的可能 因为中国以实力 逼得美国 必须在这个方面 接受中国在这么样的呼吁 如果朝这方面走 那是天下之大信 是中国大信 是美国大信 那这部分呢 细节部分 我想下个礼拜 再进一步展开 视频内容关注一下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天再会